奔驰大忌这款豪华越野SUV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吧 就算是你没见过 想必你也应该知道 很多男人的梦想都是开奔驰大忌 并不是因为奔驰大忌价格有多么贵 而是因为奔驰大忌开着确实舒服 越野能力一流 它是高达200万的奔驰大忌 不是我们普通人能买得到的 就算是能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 毕竟油耗非常高 不过别灰心 虽然买不到真正的奔驰大忌 但是我们可以买到小号奔驰大忌 它就是北京BG40 北京BG40在外观方面与奔驰大忌有很多相似之处 特别是从侧面来看 无论是车身结构还是线条设计 或者是整体框架设计 与奔驰大忌都非常相似 虽然有很多车都在模仿奔驰大忌 但是只有北京BG40模仿出了精髓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奔驰汽车在国内叫北京奔驰 前面的北京指的就是北京汽车 他们用同一家工厂 甚至很多北京汽车与奔驰汽车都使用同一条生产线 正所谓尽碎楼台先得月 在模仿奔驰的道路上 肯定是北京汽车比较熟练的 不过我们也不得不说 北京BG40外观确实很大气 而且整体实力表现也确实是符合越野SUV的标准 不仅仅是外观好动力也很强 北京BG40搭配2.0T和2.3T两款沃轮增压发动机 至于2.3T沃轮增压发动机版本条型 虽然马力高达231匹 但是仅仅只配备了6AT变速胶 所以最好别考虑 何况整体功率调教 其实还不如2.0T版本的条型 而2.0T沃轮增压发动机 马力却高达245匹 而且还配备了8AT变速胶 动力表现更强劲 当然作为一款越野SUV 这款车全系都是四驱操控 并且部分车型还具备了三把锁 底盘调教也比较不错 整体来说北京BG40 完全可以称为小号的奔驰大忌 目前在价格方面 北京BG40也相当实惠 入门级车型又会后才13万左右 只需要13万起的小号奔驰大忌 大家会喜欢吗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